展望港股來說,美國總統特朗普將會在今天稍後時間就美國應對疫情的一系列措施發表說,實際上美國最近的減息是未能恢復投資者的信心,因為市場認為進一步減息的空間已經不大,而且減息也無助於防止經濟放緩,投資者比較傾向希望美國可以推出直接的財政刺激方案, 因為是相對有效支持經濟,由於目前美國股市的波動已經升到過去30年的最高水平,因此美國政府和國會承受巨大的壓力要盡快推出大規模的財政救助計劃。由於美股大幅下跌,預期恆指將會今天測試24,900點的主要支持, 但是中國總理李克強建議下調存款準備金率,而且中國政府最新的工作都是優先轉移到復工復產方面。我們認為中國經濟將會逐步恢復正常, 建議投資者趁目前的調整買入一些中國互聯網龍頭股以及國內的優質內需股。 今天的個股推介會說回電能6號,大市近期比較波動,而且在這個低息環境之下,投資者都會比較偏好一些高息而且熱務穩定的公用股。 公司的股息率是高達五里,有夠大的防守力,而且另外英國都宣布財政的刺激方案,而且會大幅增加基建投資。電能的收入有超過四成是來自英國。有望從中受惠,股份可以做這個收息的部署。 謝謝。 本人陳樂儀是證監會持盤人士從事受規管活動。 提出海基證券集團有關牌照詳情請參與以下連結。 其級或其有聯繫者並沒有擁有上述建議股份發行人的財務權益。 以上資料是由海基證券亞洲有限公司提供。 只供參考及內部使用。有關資料是根據或源自海基相信為可靠的資料來源。 但對資料的準確性或可靠性,海基不作任何陳述或保證。 以上資料或有關人士發表的意見並不構成, 及不應該被視為買賣任何證券或投資邀約或邀約招來或懇求。 海基及其高級人員、僱員、代理人及聯屬公司, 可能在以上提及的證券或投資擁有利益。 但對於你因使用或依賴以上資料而遭受的損失或後果, 該不負責。 THAK 封信 THAK